在台灣廣播史上和建築史上 極具時代意義的台北放送局板橋放送所 在地人都稱呼為板橋放送所 104年指定為新北市市定古蹟前 交通部原有意思開發為辦公大樓 在地方的積極爭取之下 保留園區進行修復 寬廣的戶外園區和綠地先行開發 這個空間的利用能夠更活化 而不是說很單純就是這樣 我們希望說就我們理辦公室的角度來講 能夠有更多 不管是我們自己辦或是說公家辦的一些文化活動 能夠真的進到裡面來 讓這個地方不會只是一個空地或是一個綠地而已 它是有更多 更有多元化的使用 放送局它以前叫做 台語叫做莫索電卡 中國廣播公司 那其實我當初其實我是蠻建議 它應該可以類似像華山 華山當初是酒廠 那它現在就變成是一個有產業的 跟一個美學還有一些大家空間對話的一個地方 新北市文化局表示 針對開放後的相關系列活動 邀請耕耘地方多年 帶領大家認識板橋古城的方橋文化協會 進行板橋放送所的歷史嚴格介紹 同時以此帶出板橋古城的發展 未來會搭配古蹟本體的修復打造歷史主題園區 讓更多人知道方橋城的老故事 假日之餘 能夠帶著小朋友來個親子之遊 也能夠對我們板橋歷史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記憶 板橋放送所的古蹟主體 預計會在2022年修繕完工 未來將會藉由這個基地 將板橋過去風華在地歷史發展不斷地放送出去 成為在地歷史人文新據點 中家新聞林立吳志恒 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